选第一题问C 你们看下面这个东西 哦这个假细胞会分辨穿孔蛋白 然后这个颗粒酶 然后让这个目标细胞破掉了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细胞是杀死另外一个细胞 它叫做包毒T细胞 各位你们上课有听过TC吗 你们会这样描述吗 Cytotoxic T-cell 所以TC就是包毒T细胞的缩写 包毒T细胞它杀死谁 杀死有问题的增核细胞 所以它不杀死病原体 不是所以这里C是错的 那它所谓的杀死有问题的增核细胞 到底是什么细胞呢 其实分为三类 病原体细胞是谁 细菌病毒哪一个是增核细胞 没有增核 增核细胞就是有细胞和有魔創好奇的 我们的包毒T细胞只杀增核细胞 而且人类就只杀人类的细胞 那到底它杀的细胞是谁呢 我们说我们归纳成三大有问题的细胞 第一个 外来的细胞 对就是一具外类类 第二个被病毒感染的 第三个叛变了癌细胞 它基因突变变癌细胞 所以杀死了有问题细胞 三大一细胞 外来的细胞 被病毒感染的细胞 更癌细胞 它其实是杀增核细胞 那病毒被赶出来之后 才由抗体去攻击 所以包毒T细胞 不直接杀死病毒的 但这样就够了 你把病毒赶出来 病毒不躲起来 病毒不繁衍 病毒就完蛋了 对 其实不能再讲了 病原体是指可以让你生病的生物体 都叫病原体 好你举例子 你举出来的例子会是谁呢 或是真菌的包子 或是寄生虫 好但可惜的是 寄生虫或是真菌的包子 也不是包毒T细胞杀的 像寄生虫有另外一群细胞 叫四酸性白血球 四酸性 它专门对抗外来的细生虫类 好这是第一题多选喔